上期视频我给老铁们分享硬派越野怎么变成床车 今天的改装方案可不得了 把床车的储备电量提升到5度 甚至超越了房车 后排的位置变成大床以后 下边的空间是完全可以利用上的 这波我就安排了一套房车作用的锂电系统 420的锂电池和一个房车作用的3000瓦捏变器 通过行车充电的导流转换 我永远都会有5度电 后排的送人座举就这样固定了 空间那是刚刚好 还预留出来了水箱的位置 上方的床车磨盒就是一张单人床 哪怕是在无人区 确保安全不下车的情况下 也可以得到充分的休息 旅行时间久了 经验就自然丰富了 这样的安排我觉得非常合理 避免在越野穿越的途中 电池会来回晃动 贴心的工人师傅在下边加装了两个固定板 大大的加强了固定性 排除了安全隐患 非常的贴心 在这里给厂家的师傅点赞 给老铁们看一下成品的安装效果 这个是库轮剂 会显示电池的剩余电量 和行车补电的充电量 这个是房车3000瓦转用逆变器的开关 后排我留了一个座椅 没有完全放平 这样的布局完全可以当做一个佣产的区域 逆变器上两个220伏的放电插口 在车里用电煮个东西吃的时候就会很方便 单方面的放平 既可以是床也可以是餐桌 这是一个连接逆变器上的电源插头 如果有试电的情况下 就随时可以给电池补给电量了 你们觉得大理这样的设计合理吗 如果有更好的意见 可以在评论区讨论 玩中毒穿越住得舒服用电无忧 就是实实在在的安全感